Layon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國家盃台灣B隊的對決 那戰場比賽是台灣B隊對上墨西哥第一隊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台灣B隊有誰 好 那我們先來講灰色 灰色是蘿莉 蘿莉這個玩家是在Twitch上比較常出沒的 那以前我有跟他喜歡過 他的實力大約是 他大概三四年前就已經很厲害了 在我的印象中 他一直都是一個不弱的玩家 那這次也榮幸參加了台灣B隊 那我也覺得蠻看好蘿莉的 好 那我們再來稍微介紹一下下位玩家 好 那玩家是 DIA DIA的話是知名的高手 少爺 那少爺的話算是早期BO 算BOO嗎 BOO有 有在打嗎 我記得他以前有玩吧 那BOO的時代呢 他也是非常厲害的一位玩家 那他最近比較隱退喔 因為他在創業 所以沒有太多時間玩 但是他這次好像有抽空 來打這次 國家盃B隊的比賽 那我們也很榮幸 可以看到以前的高手 也是再次加入到了國家盃裡面 好 那再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KW KW實力也是2000分的玩家 非常強 甚至可以到2200 2300 可能都還有機會 那KW玩家他也是 也是蠻老的吧 也是大概我四五年前 就有知道他的存在了 4五年前還三四年前 所以KW其實不太熟 那我也知道他是一個 很常在雲大那邊 一起打遊牧 或是一些比賽的一位玩家 那我個人也是蠻看好他的16 那這些玩家 實力至少都有2000分左右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最後一個 米奇大師 米奇大師也是 跟KW一樣 都是在雲大那邊 常常一起玩的 實力也是偏中上 都不弱 至少我一定是比我強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講台灣隊的文明 台灣隊文明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挖進很快 但是沒有斗力跟毛病的升級 但是弱馬是免費升的 那火槍兵的話 在團戰來說是非常強的 通常土耳其 玩外架的話都是直層 所以通常都會先圍一下這個地方 避免對方直接打公公殺進來 好 那土耳其人的話 最好是打一個27B直層 挖石頭的方式 移到城堡時代就可以插城堡 然後開始用火槍前推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如果身為外加局勢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 他對手有沒有來前面 直接來插寶前壓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有招到對手過來前壓城堡的話 然後可以阻止對手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對土耳其來說是蠻傷的 就只能在家裡直接蓋城堡 這算是一個打土耳其 城堡前壓的一個對應方式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的話是庫曼 庫曼的話團戰那一家很強勢 強勢的原因是因為他封建時代 就可以蓋這個城鎮中心了 那城鎮中心的話 封建時代就可以蓋的情況下 他到城堡時代 村民術會大概領先十幾村的一個優勢 但是在這種競技場裡面 大家都直層的情況下 如果直接3TC直層的話 也不一定會輸太多 大概目測會輸個十村左右 所以庫曼在團戰來說的話 一個優勢就是可以領先十村左右的經濟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本身的話後期會打這個清查或是遊俠 但內家情況下遊俠居多 或是草原騎兵 但是草原騎兵出場率比較低一點 因為對方出遊俠的話可能會打不太贏 這個草原騎兵 所以目前庫曼內家 還是比較偏向出遊俠的一個打法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青色 青色是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個相公 還有工程戰項的一個推進 那後期可以打相公 前期可以打僧侶戰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孟加拉人 每升個時代都可以增加兩人口 不是兩人口 增加兩隻村民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特色 城堡時代蓋70個TC 然後以上地獄時代 直接暴增140個村民 有這個特殊打法 當然不太適合在競技場這個地方玩 比較適用於一些 像什麼開道啊 比較只有一條通道一個地方的一個地圖 比較適合 那基本上這個戰術 不太適合競技場 那我們就不多講 那我們就來講下國文明 下國文明是這個不列顛 不列顛的話 最大特色是射程非常遠 有這個知名的英國長弓兵 不列顛長弓兵 那長弓兵的話 最高射程是12射程 跟火炮沒什麼兩樣 所以也可以用這個不列顛的長弓兵 去跟對方的火炮互射 也是可以的 那長弓兵的話 最麻煩的是他只能用城堡生產 而且生產速度不快 所以不列顛外加的話 我覺得值得要注意的事情 要怎麼邊農邊農出長弓兵 是一個課題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的文明 好 那對手這邊選擇了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話 比較像是攻速 比較快的攻兵文明 攻速最快應該就是伊索比亞了 那除此之外呢 他可以點下這個 金罐 點下金罐之後 他的火炮啊 投車 攻擊範圍會變得更大一點 也那個火炮都有點像 波西米亞的榴彈炮一樣的 攻擊範圍 這個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後期伊索比亞的團戰是蠻可怕的 但是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可能有點需要看情況 才能出到大後期的一個打法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波蘭 波蘭選擇內加的情況下會比較弱一點 因為他這個肉沒有三級防 所以造成後期可能會打不贏對方的遊俠 因為本身波蘭也是沒有遊俠的一個文明 那也只有大肉麻 那大肉麻的話有這個践踏效果 但是這個大肉麻效果 在團戰可以跑貿易情況下 是沒有太大優勢的 因為你有黃劍的話 已經是出遊俠 不可能會出這個大肉麻去跟對方應換 除非是配自己的重裝騎士 再加一些大肉麻 增加一下這個践踏效果 那我本身覺得 波蘭團戰內加打得好的話 就只能打地出那一波 地出那一波 直接爆貴族特權騎士 重裝打一波 等對方遊俠還沒有好的情況下 直接把對方打殘 這是波蘭最強勢的地方 但是這個有點吃外加的配合 那我們就不展開再繼續講 好我們再來講下一個文明 那伯恩帝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內加的情況下 可以提早攀升伐木科技跟農田科技 黑暗時代就可以升封建 封建可以升城堡 城堡就可以升帝王 所以伯恩帝來說 他的經濟來說是不弱的 而且他的馬就科技都是半價的 所以遊俠的科技升級也是半價 所以他速勝遊俠的一個死力是非常猛的 但是他的遊俠有點圈限 就是沒有品種 所以他品種沒有品種情況下 遊俠只有160滴血 所以會稍微弱一些些 那伯恩帝人的話 要注意的是他的馬上輕裝兵 這個單位在後期也是蠻誇張的 如果有操控的話也可以一打多 再來講的話我們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這個橘色 瑪雅人 瑪雅人的話資源持續15% 這個持續15%是所有資源嗎 有人會這樣問 我會告訴你是說 他只有農田不會 因為農田不是自然資源 像這個果樹、黃金、石頭、木材 都是自然資源 才會有這個15%永續資源的加成 還有這個冥羊 還有這個肉 鹿肉也是 所以說他這個前期 一個優勢是在前期吃羊的部分 還有這個豬肉 可以吃很久 黃金礦跟石頭部分 也可以挖比較久 所以造成他的礦產資源也是相當豐富的 很適合來打這個老鷹豹 所以蠻適合的 結果這邊選擇的是一個 塔弓拱進攻嗎 後面有放射箭場嗎 沒有 純塔弓進攻而已 那這邊我覺得瑪雅殺傷力 可能就沒那麼強大了 那我覺得這邊塔弓的一個好處 是有稍微稍微 打到這個突爾七人 米奇這邊 沒辦法順利的直層 一定要被迫插箭塔來防守 這邊是直接下一個哨戰 騙騙對手 但這邊米奇 沒有直接下箭塔 對應非常冷靜 他一定是有點 看他這個是箭塔還是哨戰 那如果沒有再多投資一桌塔的話 這邊米奇經濟其實就會好散很多了 而且這邊還殺到一村 其實蠻賺的 那我覺得這一波 其實米奇守得方向場不錯 這邊沒有投資非常多的資源 兩根劍塔稍微微一下就守住了 那我覺得這邊突爾七大會上去 還是可以蓋寶 那大會蓋城堡的位置的話 可以適合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一插下去 這兩根劍塔 直接被城堡射光 直接解掉 非常方便 這邊已經上城堡時代 石頭要不要買賣一波呢 直接不挖死了 石頭夠嗎 我看一下 米奇大師 凍40 已經蓋地基的關係了嗎 沒有沒有看錯 我看到青蛇了 有670喔 好 但對手這邊也想要直接過來 阻止對手蓋城堡 對手的騎士已經過來 唉唷 這邊騎士來得很急死欸 紫色這個伯根地 沒有直接存擾 還是有出兵的 米奇大師已經看到 唉唷 這個情況不對喔 沒有直接往外蓋喔 不然他城堡可能會蓋這個位置 但看到對面騎士來了 所以只能蓋在家裡 好 這個就是世界帝國的一些細節 如果沒有騎士的話 城堡就會往外蓋 但是有騎士的話 就只能蓋在家 這個 反應非常快速喔 連那個城門跟房子 都補得非常迅速喔 已知對手的騎士喔 沒有第一時間 可以到米奇家裡做騷擾 那稍微有點可惜的是 只能端坐一座塔 那這兩座塔的話 還是要用沖車火車去解決 那對於一開始出這個火槍兵的速度喔 騷擾的一個 時機點喔 就會比較差一點 就不會這麼棘手 直接重創對手 那對手這邊也很機靈喔 馬上補個大石牆來防守 因為他知道對方火槍兵一出來喔 會很難擋喔 除非用這個石牆喔 稍微拖一下時間喔 讓自己經濟好一點喔 土耳其火槍兵 外加其實實力是不錯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右邊喔 右邊這邊 少爺直接用攻城戰象端掉了對手 哇 我們剛剛才在講喔 這個孟加拉內加 可以用這個攻城戰象 加上外加的攻兵喔 直接端走對手 這個攻城戰象攻速很快喔 那拆超快的 直接拆掉劍塔 這邊還可以用這個僧侶在後方補血喔 這就是孟加拉最強大的地方喔 在後方補大象的血 然後再用加隊友的攻兵喔 去做一個優勢射程 這個不列顏射程就是遠 好 TC也要被射爆 這邊村民又要跑 但是後方有這個騎士想要來支援 博根蒂看到這邊 有兩隻僧侶會來直接打嗎 欸沒有 這邊僧侶是 要直接去招對手的騎士喔 騎士想要來幫隊友來撤退的喔 但是不敢直接硬上 好這邊TC直接不拆嗎 這邊大象沒有直接往前推喔 這邊是選擇追村民喔 但我覺得這邊已經打掉一家了啦 通常這個已經很賺了 而且這邊瑪雅這邊嘻嘻哈哈 這邊前面插塔經濟也是很慘 分數也是很慘 你看1900分而已 但他這邊全力挖石頭直接硬 硬蓋了一個城堡出來 然後他這個反應很機智喔 確實該這樣子做喔 如果你不全力挖一座城堡出來的話 很快喔 出了西魂香兵 就會直接打在你家裡喔 你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守 有城堡的話才能守住喔 但是挖城堡的一個缺點喔 就是經濟會非常慘喔 沒辦法農得非常快速喔 你看村民宿只有38村而已喔 但是那家這邊少爺喔 這邊也是經濟有點強喔 畢竟投資了這個工程戰項 還有這個僧侶 遭享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並沒有那麼好 但是好處是可以直接滅掉一家喔 那那一家的這個黃色 黃色波蘭的話 他一定要到這個帝王時代喔 帝出差有機會才打得贏 所以留給少爺跟羅莉的時間其實不多了 這個普烈甸跟孟加拉 現在要繼續進攻喔 不能再繼續拖下去 那這邊波蘭這邊防守也是很簡單喔 只要出頭車的話 基本上大象可以守得住 除非這邊 要點這個救贖思想喔 才有可能去招對方的工程器 但如果工程器在城堡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太可能被招走的 好那所以這邊要打這個 城堡之外的地方 才能繼續進攻 所以不能直接硬打這塊地方 好這邊果然有點救贖思想 可以招對方工程器直接招走 笑死 哇還找了兩隻村民 欸這邊可以打得用嗎 欸呀太賺了太賺了 這一波還遭到了一隻騎士 哇造野的反應非常快速喔 直接速招一波 好那下方這邊 土耳其火香兵開始出來了 發威了 那土耳其火香兵 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他的血量特別多喔 有這個44滴血喔 一發頭車還不一定打得到 好那KW 不是存容的喔 他還有稍微出一些騎士 在幫忙 米奇這邊喔 做一個防守 跟一個進攻的一個動作 而且還出了兩個自爆桶 那自爆桶的部分的話 還有兩個喔 就可以炸掉一個圍牆 就可以輕而易舉的 攻擊對方的城牆裡的建築物 好這邊米奇大師加上蘿莉 直接捅破了波蘭的一個防守攻勢 這個城堡也蓋不起來 而且大象的血還在慢慢補回來 剛剛兩隻殘血的大象 血量又回來了 這邊想要硬蓋起來 但是能蓋起來嗎 95%97% 但是後面弓兵一直在射 這邊終於蓋好城堡 但是一樣馬上就被拆掉了 這個城堡有蓋跟沒蓋一樣 突然打出了GG 哇這邊攻防戰 我覺得少爺這邊 這個打法很兇啊 好這也是最近團戰很常出現的競技場戰術喔 孟加拉配上外加的工兵的一個戰術 這個打的真是不錯喔 完全沒有挑剔可以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台灣A隊 也是這樣打 孟加拉那一家 然後外加一個工兵過 然後直接端走了一家 甚至兩家都有機會的 好那那一家的伯根蒂存喔 還不及農出關喔 看到對手這麼來勢洶洶 也是被迫挖石頭防守 城堡也是該家裡喔 但是也來不及農出來喔 隊友直接兩家直接爆開 直接只能打出GG 有點可惜了 現在的META都是比較走一個快攻路線 沒有在那種 四家都擋到帝龍時代才開打的情況 這個打法確實更狠 而且很難守 那個大象一直殺不掉 後面一直補血 然後孟加拉的僧侶又硬 你的劍塔TC射到這個僧侶也不容易被解決 然後如果你對方出這個騎士的話 要來解戰象的話也不好解 因為後面僧侶會著想 如果你出這個其他單位喔 來打的話也不好打喔 你這個工兵也不能拆掉這個裝甲戰象 所以造成裝甲戰象可以一路上前喔 如果你出工程器的話 又會像剛剛那樣喔 頭車直接被招走 所以這邊孟加拉這個戰術喔 非常的強勢阿 好那經濟部分應該我們稍微看過一下就好了 應該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看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單純的戰術勝利喔 並不是什麼經濟上的特別優勢 而造成這場的勝負喔 這是台灣B隊打得很不錯的一點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第二場比賽 台灣B隊第二場會打的如何吧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Leo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台灣B隊的第二場比賽喔 這場比賽有點像是團隊島嶼喔 而且這個島上巨量還有這個道路喔 非常特別 那這張圖的話也是偏海戰的喔 中間有大量的魚群可以吃 有大魚跟小魚喔 那後面呢也是非常多的魚喔 就是單純的團隊島嶼喔 那團隊島嶼最大的特色喔 就是有一些道路可以連在一起喔 欸不能講團隊島嶼吧 這個跟一半團隊島嶼不一樣 好啦我們就講比賽地圖就好了 好我們就講比賽地圖 那這張圖的特色呢是 中間喔有一個河道 但是不像中間有一些圖喔 這個中間會有這個大金塊喔 那沒有的 所以也不用太去爭奪喔 中間那個資源點喔 你只要去偷偷諾麥地登陸 登陸對手的家裡喔 其實直接上島攻擊喔 也是可以的 那目前看到這張圖打的最好的方式喔 直接是上島開稿喔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直接上去偷偷蓋個兵營啊 開頭慢慢進攻喔 那就會變成說有一家喔 那一家就不能好好弄 一定要出兵幫忙喔 這個打法的話也比較適合 那目前看起來 台灣隊 我不太知道他們會怎麼打 我們先來講這個文明介紹好了 紅色是這位 欸紅色是對手 那我們先從墨西哥開始講 墨西哥的話是馬來 馬來的話有這個三倍魚 魚網的一個肉類加成喔 所以他的捕魚來說 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那以前這個馬來呢 魚網是無限的喔 但無限實在太作弊了 所以就改成三倍而已 那馬來海戰來說 都還有這個海戰霸主喔 這個碼頭會自動設計的科技 那我不確定 馬來在這種團隊情況來說 會不會比較好 那馬來的話 最大特色是有這個 十代喔 升級速度很快 所以他可以打一個樹地王 也是一個選擇喔 但我不太確定喔 團戰打樹地王會不會有優勢喔 通常是會有點威瑟力啦 但很容易就被擋下來了 那我們就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是這個 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 有這個 魚船的費用減免喔 但是還正來說 沒有太特別的能力喔 但是所有單位都有這個 折扣在喔 欸不是不是折扣 是這個火藥有折扣喔 要打火香兵 或者是打這個 打火香兵會有優惠喔 有優惠喔 但是我覺得 義大利人最強的是 他這個熱奈亞奴士喔 打對方的游侠會特別強 那海戰部分 我不確定 選這個義大利人 會不會有優勢喔 但是 選義大利人有個好處啦 讓隊友都可以使用傭兵 這件事情喔 因為傭兵來說 算是一個迅速成型的 極戰力的一個單位喔 跑得快 攻擊力也不錯 雖然是防禦怕 攻兵點喔 但本身來說 沒有什麼太大弱勢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是紫色 紫色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這個更吃重 隊友的搭配喔 立陶宛人的話 是需要撿聖物來說 來增加自己的騎士的傷害喔 所以一個內加來說 算是非常大後期的文明喔 那我覺得隊友的話 要幫忙撿這個聖物喔 才可以第一時間喔 去增加這個 他的立陶宛的傷害喔 而且這張地圖喔 對他來說也沒有太大優勢喔 因為本身這張地圖自己的島上就只有三個生物而已 如果你要拿到第四個生物的話 一定要去對方家裡偷喔 所以這個立陶宛的話 就算在隊友的配合下 也只能拿到三攻喔 沒辦法拿到四攻 稍微有點可惜 那我覺得立陶宛人 在這張圖來說 可能優勢也不大 那這一次比賽其實是有banban的 BP的喔 我們就直接講BP喔 就是可以ban文明喔 還有ban圖的一個做法 那墨西哥隊這邊選到立陶宛可能是 不得已的喔 才選到立陶宛的喔 或是在地理戰 本來想用立陶宛 但是被ban掉了喔 就這裡只能用立陶宛 有可能是這樣子喔 這個選文明也是相當重要的喔 在這個比賽裡面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橘獸 橘獸這邊是選擇打洛P圖 那打洛P圖的話 這邊有這個兩倍的 魚船的裝載量 玉米也是喔 所以以捕魚來說是一個優勢在的 但是打洛P圖要到船戰 打這個船有優勢的情況下 要到帝王時代查憶喔 這個帝王時代他只有 才有自己的特殊的一個船件喔 這個船件有點忘記叫什麼 反正就是要到帝王時代喔 這個打洛P圖的船戰 才會比較優勢一點 那除此之外呢 他只能靠這個兩百目的一個升級優勢喔 因為他每升一個時代喔 木頭都會多兩百目 那多這兩百目的話 要稍微打出優勢我覺得是偏困難的喔 因為這邊是團戰喔 不是單挑 如果是單挑的話 這兩百目會有很大的效果 那團戰來說的話就不好說了 好我們就來看台灣隊吧 台灣隊的話是選擇 米奇大師 是選擇了葡萄亞人 葡萄亞人的話是全黃金單位喔 是-20%減免 而且船的部分也有特殊船件喔 而且防護率也比較高一點 那打團戰是有點優勢在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是這個霸彈提人 霸彈提人最大的特色是垃圾兵喔 還有駱駝有這個25%的減免效果 那再來就是 他的這個火戰船喔 有這個20%的攻速加成 所以打火戰船的一個優勢是有的 所以我個人也蠻看好 霸彈提人打團戰的海戰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是青色喔 青色的是西西里喔 西西里海戰我也不確定喔 但是我覺得西西里 嗯 雖然他是海盜文明 但我真的不確定他打海戰 會不會有巨大優勢 他的這個打法還是偏步兵跟騎兵喔 可能還是要打拖渡吧 幹你真的打偷渡喔 哈哈哈哈 哇 哇 這個青色的西西里真的打偷渡欸 我剛剛想說奇怪 好喔 那我的觀點應該是沒錯的 打偷渡確實比較適合西西里 不要打海戰 好那這邊日本喔 日本就不用多說 捕魚速度是全我市裡面最快的 這個漁船 那海戰部分雖然沒有特別強 但是如果只要海上我拿下來的話 那日本的這個捕魚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喔 可以用這個強大的經濟去碾壓對手 好那這邊日本趕快高速捕魚 把大量支援喔 轉成木頭跟黃金喔 只要這個魚船不被摧毀喔 自己的經濟就可以一直加成上去喔 好這邊西西打一個前壓 但是這邊有長槍兵過來做防守 只需要第一時間拿槍兵來應對 這個應對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但西西這邊已經上到封建時代 馬上蓋一下馬舊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這邊能圍得起來嗎 欸差點圍死 OK裡面有隻村民圍死那就夠了 那順帶一提喔 其實西西里這個文明喔 可以封建時代 就可以打這個薩金特衛隊了 雖然這個素質並不強 但是也是他的一個優勢的 封建的優勢 那也不太確定喔 這邊青色會不會打這個薩金特衛隊封建 雖然我是覺得不太好了 打這個肉馬或是小弓比較適合一點 步兵在這個封建時代能打到的東西其實挺有限喔 不像肉馬集中心這麼好 傷害也蠻不錯的 那薩金特衛隊的話會有讓對手足夠時間做反應 雖然薩金特衛隊可以一直蓋塔 所以封建時代如果西西打這個薩金特衛隊的話 通常是要來打這個塔弓了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那這邊西西直接上導開始騷擾 這邊騷擾最大的用途就是讓對手要知道要違家 沒辦法專心喔 你看這邊西西要耗費資源開始違家了 就不能這樣單純的 造成對手一個心理上面的壓力喔 那現在紫色也是知道對手已經上導了 開始在出兵了 也沒辦法內加好好的專心喔 那...那... 那黃色也是喔 知道有人上導了 這邊要開始要違家了 避免自己被騷擾到直接爆開喔 這就是一個登陸戰前期登陸的一個好處喔 即使你沒有打到任何東西喔 你光是讓對手違家 花資源去違喔 就是已經賺到的一件事情 好西西里這邊直接走進去 能進去嗎? 直接鑽個漏洞 哇真是漏洞帝國 直接開打 這邊聰明要來支援一下喔 但第一時間沒支援 直接赤猴被砍死 但是這邊直接來圍喔 還是有機會可以打贏的 後方這邊赤猴也被解決掉 兩隻手直接倒了 但是這邊紫色也是不甘失落 直接偷渡三隻嘛 到了對方的島嶼上 我們台灣隊的島嶼上也被騷擾 但是這邊其實有稍微在圍一些喔 好 那這邊第一個被衝擊到的是KW KW這邊稍微圍一下 而且我覺得可能會來不及圍死喔 這裡還有個洞 這邊拉川雲過去可能會圍死一晚喔 冤赤猴的機動性太好 這邊要圍的話可能是來不及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上方這邊 上面這邊還在持續在運船的動作 那西西里這邊也沒有持續的在做壓制嗎 感覺兵有點少 這邊赤猴出來往下走 不往上走了 好這邊直接赤猴進來 但是後方有KW的赤猴在後面做個追擊 應該沒問題 三隻赤猴四隻赤猴應該可以追到沒問題了 這邊不用擔心對手做騷擾了 只要一停下來就會被打死 好那我們就來看台灣隊這邊騷擾的動作會打的如何 這邊我覺得可以先去打紅色 因為紅色離得最遠喔 他這邊防守意識可能會沒有那麼好 好這邊結果還轉出小宮了 哇結果真的是打工兵跟馬舅喔 打這個薩金特衛隊還是真的偏被動喔 那這邊工兵就下的還不錯 好上方這邊兩隻刺猴 看到挖國的村民 直接開砍 果然先打紅色的 哇果然是Licha Licha真的是有概念喔 這不會是 這個雲大他們那邊的高手 這個觀念都是有的 好Licha這邊直接帶走一村 給紅色十大壓力 那這邊有壓力之後 日本這邊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一點減緩壓力呢 因為這其實紅色沒有為價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出了非常多的戰船 這邊戰船跟日本再做一個周旋 日本這邊要守術這邊海岸線喔 才能讓隊友好好的農 這邊是唯一的 矮口嗎 矮口 那現在兩邊都在射射的一個狀況下 目前日本有多一艘戰船的優勢 但這邊第一時間去射對方日本的漁船 哇這邊羅莉似乎有點小失誤 並沒有把漁船直接往後拉 結果直接在這個交戰的地方喔 還在捕魚 尷尬了尷尬了 那目前對射的情況下 雖然數量上有一點小小的優勢在 但是目前感覺看起來不太樂觀 因為對方也有火戰船 但火戰船的話也很怕這個戰船喔 被擊火也是很痛的 好那這邊羅莉 不是羅莉喔 這個Licha在後方 再繼續用刺頭 打這邊伐木村民 開始被騷擾到經濟的話 日本羅莉 就可以稍微減緩一些壓力了 好這邊西西里打得很不錯 哇這邊刺頭直接硬打 直接讓他直接拉出來喔 要來反擊刺頭 這邊工兵有直接出門了嗎 工兵也是往下走了嗎 好工兵出來完蛋了 哇這是不是要秒殺紅色了呢 紅色看起來也是被打到不要不要的 哇大收村 好這邊戰船數量可能會越來越差喔 但是黃色這邊 義大利喔 出這個火魔桶來支援喔 好這邊做支援 但是戰船部分 紅色明顯數量開始變少 正面的話 那一家義大利已經農上城堡十大 有這個火戰船的一個優勢喔 升級優勢在 那日本這邊還有一分多鐘 才可以升級好自己的奴炮戰船 所以現在趕快避戰一下也比較好 但如果一避戰的話 自己的漁船就會被騷擾 後方家裡隊友的KW漁船 可能會大難零頭 那這邊Licha很努力的 再做一個騷擾 那這邊對手被迫起一個塔 也確實做到一點效果 但是這邊有點送兵喔 把這個兵都送光光了 這邊沒有控好自己的工兵喔 這邊工兵直接不見了 好那這座塔建起來之後 紅色可能就可以再繼續打了 好這邊趕快 再秀一下操作 先把這個火戰船給收掉 那KW這邊也出了幾艘火戰船 來支援一下 這邊有溝通的樣子喔 說自己還沒上層寶 是帶對方的火戰船進來了 那目前看起來這邊 不列爹 不是不列爹喔 霸戰艇的火戰船傷害是比較高的 攻速加成喔 直接互換1比1 直接打贏 那這邊開始 欸 小公沒有選獸光啦 還有這一坨 我以為他沒控好 其實有控好的 那這一波的話 確實做到很多效果了 C70最大的一個 Solo手段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城堡時代 騎士出來 影響力就會開始慢慢下降了 那這邊綠橋趕快上到城堡時代 轉出騎士來了 好 奴炮戰船升級好 好終於奴炮戰船了 可以做一個反制了 但數量上還是有點多喔 還要打帶跑一下 射一下射一下 那目前馬來的漁船還沒有升級好 因為這邊被騷擾到的關係 城堡時代按的比較軟一些些 好 一分鐘 這邊再集火一下 射一下 再補下傷害 應該沒辦法 因為剛剛少了一艘船 所以還會剩5滴 再集火一次 後面漁船 喔 不是漁船 這個戰船也在追擊 這邊義大利的戰船 緊雖不捨 但是KW戰船來的有點晚 後續的戰船還沒有馬上跟上 還在路上 所以這邊日本的戰船可能要被殲滅了 剩下少量的7台戰船 後方戰船又在輸出 第一時間能拯救到日本的戰船嗎 單火戰船也過來 但是達洛P2也等一下奴炮戰船能升級 這波戰船可能還是有機會 好來看左邊 左邊這邊是達洛P2的戰船 對上米奇大師的一個戰船 那兩邊戰船都是很正常奴炮戰船 原裝進口 但是值得注意事情是 葡萄牙的戰船 是有這個血量優勢在的 而且那個血量是149 那WP是135 所以血量優勢在的話 只要戰船 數量存活的夠多 就會拿到一定的優勢在 那這邊的話 戰船數量夠多的話 也是需要這個戰船的海域上的空間 才可以發揮他的大效果 遇到窄口的話 很容易會打到這個碼頭 造成這裡傷害不夠 但是這邊空還不錯 這邊達洛P2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空好嗎 好像怪怪的 這邊一致排開 直接大量輸出 直接送光 比奇大師拿下了一個優勢 那KW直接拉出了自己的火戰船 往前開搜 日本這邊的奴炮戰船也開始緩緩過來 直接要來做反擊了 目前家裡的一個狀況應援 台灣隊被騷擾的程度並不嚴重 感覺已經快要空下來 這個局勢很好 那Licha的努力 西西里用這個騎士 去做騎士爆 想要直接做騷擾 長槍兵也是有戰案的 但是立陶宛這邊應對也是很好 也是有出騎士 但是沒有出長槍兵 所以我覺得Licha應該是有機會打贏 但是自己的長槍兵 並沒有第一時間去拯救騎士的方面 但是對手立陶宛 直接用大量騎士淹了過去 哇 Licha這一波沒想到打輸 這一波打輸 可能有點難再起了 因為對方現在有騎士上的數量壓制 那自己加經濟其實也沒那麼好 好 但是正面來說 弩炮戰船還是給到了持續壓力 這邊再燒個一波 魚卡這一波的燒了 可能要先緩緩了 這邊再繼續硬打下去不太好 但是沒有關係 米西大師的 奴炮戰船直接升入敵軍 趕快去升入後方 趕快打這些漁船 是比較一個重要的重點 好 那日本這邊 加上KW的戰船也是想要嘗試突圍 但是目前KW的一個戰船支援的位置 有點偏遠 可能要到前線 趕快蓋漁港 有在蓋了 OKOK 這樣子支援的戰船路線就不會太遠 不然日本這邊補給線拉得太遠 對他來說也是不太好 那日本目前經濟來說 慢慢拉了回來 剛剛的漁船也可能要再稍微補一下 不然日本沒有補魚 基本上跟打阿拉伯一樣 沒什麼兩樣 這個經濟一樣爛 好 這邊奴炮戰船直接硬拆 碼頭 慢慢拆了過去 那中間部分 對手也是想要直接往前壓的感覺 有少量碼頭在前線 這邊紅色也是 紅色買來也是 繼續把碼頭往前補 那KW這邊已經上到地龍時代 利用這個速帝的效果 這邊半戰艇最適合的船戰就是打速帝 趕快用這個地龍時代 平你的價格 馬上點下 然後趕快點下這個重型火戰船 沒錯 KW這個細節完全顧到了 好 這邊造船有一點下 一點下之後 造這個船的價格也會比較便宜一點 好 米奇大師在後方 逐漸掃當對方的漁船 那漁船不知道會不會直接逃走呢 好 正面日本的戰船 加上KW的重型火戰船 給到對手十分大的壓力 那對手這邊黃色 義大利也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那時間稍微差了慢了一些 因為這邊KW早就已經升級好火戰船了 所以這邊只能節節敗退 那義大利這邊可能是暗示隊友 這邊先退 這邊也要自己升到 這個快速火戰船 才可以做一個反擊 好 那這邊義大利也是點下了 弩炮戰船跟重型火戰船的升級 升級也開始點下 好 這邊就是團戰的一個溝通 好 那這邊奴炮戰船稍微做個反擊 那如果要反擊的話有一點危險 好 兩邊 組件做一個騷擾 好 那邊小秀操作 戰船部分 火戰船直接過來前壓KW 大量的火戰船直接後面支援 但對手重型火戰船也已經靠了 而且對手現在有火戰船的一個數量壓制 十六燒 哇 這十六燒可能會燒光日本跟KW的戰船 這個不妙 這個要退喔 這個太多了 趕快退趕快退 這裡不能再繼續打了 因為KW並不是很專心的 在支援日本這邊 現在還有一些戰船也在往左邊走 所以導致日本這邊有點潰敗 沒有辦法這邊完全聚集兵力 但這邊KW做得很好 這邊有放幾隻火戰船來這邊讀口 讓他後續的支援戰船數量會變少一點點 那日本這邊經濟其實還沒有完全起來 等到日本這邊到帝王時代 才是真正的決戰時候 那這邊後續的這邊 葡萄牙的戰船還在後面繼續做傷了 但沒辦法一直安全的一直往前推的樣子 義大利這邊也是拉幾艘戰船做一個 想要壓制奴化戰船的一個動作 但我不確定這樣打會不會很好 你看這個重型火戰船 被奴化戰船打很癢啊 那如果現在義大利要打敗這些戰船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出一些火戰船 加上自爆船會更好一點 那KW這邊火戰船遇到這麼大量 其實有點猶豫要不要打 這邊應該也是日本這邊蘿莉 再跟KW先退一下 自己先升帝王 這個重型奴炮趕快升級之後才可以反打 那目前海戰來說 台灣隊拿下了一個優勢在 墨西根D隊感覺有點 有點打不太贏的感覺 尤其是左邊 左邊已經全輸了 基本上是在靠義大利在防守 這邊噴太快了 畫面有點紅 這個敗戰體的火戰船有點狂啊 這個火焰速度噴得太誇張了 紅紅的一片 好這邊想要直接蓋堡 來防守左邊的海域 那這邊能蓋起來嗎 這裡其實奴炮戰船數量有點多 但如果蓋的人夠多 好像可以硬蓋起來 只是要損失一些村民 那正面的部分 大量碼頭也蓋起來 後面還有這個城堡 KW的一個重型火戰船 開始壓了回去 數量其實有點多了 日本也升到了帝王十代 再開始三級的自己奴炮戰船 還有這個三級射 那這邊再次嘗試再往前 那左邊的部分 目前看到黃色 意大利 意大利這邊用了少量的戰船 就把我們的 比錫大師的奴炮戰船給壓了回去 哇果然還是要優先戰船 重裝火戰船 才可以擋住前線 右邊這邊KW 大量的火戰船 而且還是霸佔體的重型火戰船 攻速極快 直接把對手逼回了家裡 這邊直接奴炮戰船 直接屠殺這邊挖木頭的村民 村民只能被迫撤退 前線的碼頭馬來已經要沒有呼吸了 馬來基本上已經沒有產奴炮戰船的能力了 而且還在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還有50秒 那橘色的部分 達魯皮圖也是 慘遭被都更的關係 那目前還有一分都才可以上到帝王時代 這時要再繼續轉出碼頭來說 可能有點太困難了 中間立陶宛的戰船出來 直接被包夾 西西里莉恰也是出了戰船做防守 下方這邊KW的火戰船持續在進行 但是代表自爆船要小心 完蛋了 火戰船的弱點就是自爆船 哇 自爆船這邊直接擠垮了非常多的船艦 這邊黃色 義大利反擊打得不錯 這邊火戰船直接數量 硬生生的少掉了20艘了 這邊自爆船炸的感覺很不錯 上方這邊 左邊這邊開打 這邊稍微一波 直接再起一個寶 這邊達魯皮圖很硬要 但應該是可以蓋得起來 下方這邊都蓋起來了 但這邊卓士也收到達魯皮圖的經濟了 好 正面這邊要拿下嗎 這邊要拿下不太容易喔 後面這個城堡很難解決 可能要趕快點一下這個火炮戰船喔 誒 有在出 金瑞火炮船已經出來了 好 那KW的火炮戰船也出來了 正面也可以慢慢打贏 但是下方由於KW剛剛在故中間的關係喔 下方的火戰船已經被送光了 那黃色也是打得很不錯喔 這個自爆船一直有打到東西 好 但是第二波戰船又來了 這波海戰打得非常精彩 正面的城堡可能要守不住 火炮戰船在後方輸出 一直持續在做開炮動作 有人會說為什麼不選西班牙 西班牙的火炮戰船很強 應該也是可以選 只是有可能被BAN掉而已 因為西班牙在團戰實在太強了 有這個貿易加成之外 還有這個火炮戰船 而且還有這個西貞 在城堡的時代來說是一個威脅 那我覺得西班牙不會出現也是正常 因為如果被BAN掉的話也是理所當然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是守BAN西班牙 這邊炸了一波 哇靠 這一波火戰船直接全部炸光 但是後續炸的不是很好 因為後方有日本人戰船 即時摧毀自爆船 但是正面這邊看起來也是要守不住 如果正面守不住的情況下 待會KW跟米奇大師 他們就可以直接登入在中間的地方了 就可以直接直到紅龍 直到紅龍 你這樣講嗎 好 好 那下方日本這邊呢 是沒有帶火炮戰船的 所以只要遇到中間西班牙的一個城堡 在這裡的情況下 就沒法繼續深入了 那目前已經也把馬來的戰船 全部打光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也沒辦法 再繼續做一些什麼樣的進攻了 那這邊是要趕快轉火炮戰船 欸有 這邊日本有轉出火炮戰船 好 那這邊再做一個燒 燒一波Licha這邊 西西里 能再打到點東西嗎 喔 這邊打得很好 燒光 但是火炮戰船還沒有處理好 三艘火炮戰船還在輸出 下方這邊 有少量戰船過來支援 那我覺得台灣隊應該勝卷在握了 後方葡萄牙 米奇大師又在後方做一個騷擾 但是黃色這邊即使把這些戰船全部拉到後方 那目前看這個地圖上就知道 台灣隊這邊捕魚是捕的比較好的 後方這邊大量的一個魚群都被吃光了 所以今天來說KW陣是好上很多 在陸地上的村民都只要專心挖木頭 跟採黃金的動作就可以了 那肉的部分呢 就只要靠近的魚船就OK了 這就是一個海戰打下來的優勢的優點 為什麼要專注打海戰 因為不專注打海戰的話 很容易海上打輸 除了不好登陸之外 經濟也會差了一些 這個魚船獲得的肉量也會少一些 好 那日本這邊轉出了火炮戰船 還是來做一個監工 而且我覺得日本 喔不 我覺得台灣隊這邊 BENPEN選的很好 這邊選的文明都不是一些海戰會比較弱的文明 而且都是一些海上文明有加成 那這邊墨西哥B隊 D隊我不確定是怎麼想的 但是這邊WP2已經轉出了樓船出來了 樓船的話是可以射出多發奴炮的傷害的一個戰艦喔 非常強勢的 但是他也是很怕這個奴炮 不是奴炮戰船 這個重型火戰船 但是他打這個重型羅戰船有點優勢這樣 因為打這個只有一滴血喔 但是怎麼打都是一滴的關係 尤其自己的奴炮可以多發好幾發出來 所以打這個重型火炮 重型火炮 重型火戰船喔 這個效果就很好 OK 那只要輸量夠多的話還是可以打的 但是要小心喔 對方的奴炮戰船傷害是極高的 雖然樓船的遠防有時喔 擋這個奴炮戰船也是有點效果的 但是遇到這個重型火戰船的話 可能還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而且如果自暴爬過的話也不好打 中間這邊多一個包夾 馬來的城堡如果這邊掉的話 漁船就不能出任何東西了 這邊日本隊的一個監攻效果還不錯 後面的火炮船 再繼續出出 但第一時間沒有拉過去打城堡 稍微可惜了一下 但這邊大陸P2的海戰打得很不錯 這邊有點苟住這邊喔 左邊大陸P2 左邊的這個葡萄牙的艦隊回來 直接被攔擠喔 加上黃色的火戰船 直接把米奇大師的左邊艦隊全部殲滅掉了 所以現在左邊直接一個大匯集 這邊我不確定台灣隊能不能打贏喔 因為對方的意大利的火戰船也過來了 那目前米奇大師的船艦數量其實偏少 而且有點難打贏對手的一些樓船的喔 後船數量來到高達39隻 現在傷害有點跟這個 鬼技能差不多 但是這時候 哇 已經登陸了 西西里里卡 再次第二次諾曼丁登陸 再次成功 那這邊登陸之後 馬上轉出自己的鎖指甲騎士 這邊應該是有隊友給的一個經濟喔 直接遠防吧 縱撞騎士直接開除島上的村民 那這邊義大利也是被迫轉出的 這個義大利奴手 勒奈亞弩手 那勒奈亞弩手打這些西西里的一個重裝騎士喔 效果是非常好的 額外傷害一直打一直爽 而且 喔不對喔 這個西西里 很痛喔 砍到還是很痛 好 但西西里扛箭矢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遠防吧 效果真好 好 上高地 還是勉強用這個倫奈亞弩手守住了 好 那我覺得 莉恰可能第一時間要轉打別的地方比較好 好 沒關係我們再回到左邊海戰 左邊海戰這邊持續了 DWP圖果然是壓了過來 來到數量45台戰艦 KW劍撞 還是拉了非常多的戰團過來支援 那正面戰場已經拿下來了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其他地方怎麼打贏了 那DWP圖地方時代果然有點優勢的 還是蠻強勢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的話是日本的一個攻堅的狀況 好那目前馬來也稍微把自己的經濟轉出來了 大量戰船又復活了 但是這邊日本第一時間沒有拉自己的火炮戰船 來做一個攻擊城堡動作 所以導致這邊城堡一直射掉非常多的炮戰船 非常的傷啊 這邊可能要先撤退一下比較好 好那正面的部分 西西里打得有點慘 這邊嘉莉紅色 不是紫色 立陶宛也是轉出一些奇兵來防守 所以這邊攻堅的一個狀況 並不是非常良好的狀況 好紫色這邊立陶宛也是轉出戰船 那目前戰船部分 感覺KW有點慢慢打回去了 用自己的火戰船20%攻擊速度的優勢 慢慢打出了一些東西來 這個樓船開始慢慢被迫往回守了 上面又有更多的戰船過來 中型奴炮船的血量有點高 182 那下方的日本的戰艦果然被逼退了一下下 對方是有配中型火戰船 當個漏盾擋的 所以這邊感覺還是比較OK一點 好那中間的話 立卡這邊專心再做一個攻堅動作 這邊兩個城堡也蓋下來了 那我覺得這邊要趕快 趕快把這個騎士到處去騷擾 不要去跟對方打正面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確實立卡也是這樣做 開始把這些騎士往外派了 沒有再那麼堅持要去打意大利人 其實意大利這個倫奈爾盧守 真的是太強勢了 騎士一過去基本上就蒸發掉了 左邊這邊樓船再次第二次進攻 感覺台灣隊又再次拿下了上風 那下方的蘿莉 戰船部分還在繼續往前推進 那這邊吸氣轉出了大量的工程器 重衝加上投車全部開產 這邊而且島上還有在跑貿易 有黃劍的情況下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邊立巧可以嘗試把自己村民 下降到一點點 不錯這邊有細節 村民數其實並不多 只有一把的死村 那這邊島上村民如果死光的話 也可以轉出更多的一個單位 那目前立巧的話 史物是夠的 木頭也是 皇帝上來說稍微少了一點 但是有開始跑貿易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 開始登陸進攻的 那我們下方的日本 也是努力的在支持下方的戰士 那目前馬來跟日本在一個對峙 那義大利已經沒有在打海戰了 開始專心打陸戰了 陸戰這邊軍情投資也在出 這邊投車是要來針對 勒奈亞奴守的 這邊找個一方 躲得很好 哇 墨西哥這邊 義大利 中了吧 哎喲 中了 還有兩隻 後方的騎士還在作燒了 一直在砍 這個就是立巧的一個關鍵點 陸地打 海上野力打 這邊立巧的攻堅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立塔萬自己的騎兵部隊也是蠻多的 那立巧這邊單打獨鬥有點困難的感覺了 好 但是這邊WP2的戰艦已經基本上被全滅掉了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艘樓船在了 海戰部分WP2已經宣告失敗了 那右側日本還在跟馬來繼續做交戰中 但日本這邊又拿上上風了 現在傳溫隊又再次拿下了勝利 但是目前登陸戰被推了回去了 這時候墨西哥居然打出了GG 確實左右兩邊都開始出現劣勢的狀況了 而且島上也被入侵 這時候還要來反推其實有點困難 這邊墨西哥隊打出了GG 哇 我覺得墨西哥隊其實打的也不差耶 我也覺得這個Cobby隊其實蠻強的 但是他們居然輸了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印象中他們這個隊伍也是不弱的 有點像打什麼阿拉伯啊 打很硬的圖他們也是不差的耶 但我覺得這場是因為台灣隊BANPAN 就是BP喔 BAN的不錯 把對方強勢的文明都BAN掉 然後這邊還選了一些路圖跟海圖 混合圖比較強的文明喔 自己有選擇到 所以我覺得這邊是戰術上選擇上喔 台灣隊這邊是有研究過的喔 那墨西哥隊可能有一些文明喔 搶的不是非常好 他們可能沒有一想到 對手會直接搶一個海圖來打 那有可能導致這個原因喔 似乎出掉的比賽 不然我覺得打這種純陸地戰的話 台灣隊可能會有點陷入苦戰喔 因為我對他們的認知是這樣子喔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部分KW 哇果然是經濟最好的 他這邊魚船喔 一直補一直爽 這個肉類也是補得很多 那把所有的捕魚的工作 肉類工作交給魚船喔 全部都補去採這個黃金跟木頭 我們看這個地圖就知道喔 KW附近的魚喔 全部都吃的乾乾淨淨的喔 到這邊都是喔 基本上肉類都被他吃的差不多了 那日本這邊反而沒有 因為日本這邊也很努力在打這個戰劍喔 這個魚船沒辦法補得很多 所以KW這邊經濟非常好 那次好的是這個黃色喔 黃色也是內架的關係喔 跟KW是一個相對位置 但這邊由於這邊很早期喔 就出了火戰船 而且左邊WP2也是撕裂的狀況喔 他也沒辦法好好再補魚喔 所以導致目前 義大利的分數喔 會稍微數一下KW這邊的一個分數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也記得幫我們的影片按個喜歡喔 那最近的國家盃比賽的話 我們還會再繼續做 做這個國家盃的影片喔 那要關注國家盃的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Follow我們這個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掰掰